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表达 要做些事情 教会到底是什么呢 教会其实是神设立在地上 彰显祂自己 彰显祂的荣耀 好像一个代表一个使者 将人带回神那里 耶稣在里行这个使命 同样祂在地上设立教会 设立Ekatsia 就是去承接这个使命 耶稣是怎样做的呢 不如我们看一看耶稣一个落地的经文 有看福音一章十四节 一个大家都很熟的经文 就是说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有真理 我们都见过祂的荣光 就是赴独身子的荣光 我们可以试试从这个经文里去看耶稣如何示范 祂在地上走出这个使命 第一件事 道成肉身 肉身就是有个真人 像我们每一个那样 有血 有肉 有情感 有思想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有一个肉身的 祂不是一个灵体 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 有时都不要太过熟灵怪人 有时有些信徒就很注重熟灵的事 很追求熟灵的事 但是忽略了肉身 身体的重要 有些人甚至乎觉得 肉体是邪恶的 千万不要搞它 千万不要理它 千万不要碰它 很邪恶的 总而言之 肉体的事我们也不要搞 就是专注在熟灵上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如果我们的肉体真的这么邪恶 那为什么上帝要给肉体我们呢 给身体我们呢 给我们眼 神给我们眼 是让我们看到东西的 给口我们 是我们可以去发声去宣讲的 给一个脑我们 是叫我们可以真的去思想的 灵命重要 情绪管理那些都是很重要 有一个健康的人生都是很重要 但是同样 身体的管理的操练 圣经过 都是重要的 如果我们空有很云大的意象 梦想 呼召 但是我们的身体弱到 连门口都出不到一步 弱到连病 床都落不到 落不到地下 那怎么将福音传到地极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基督徒有时回到教会很久 或者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看到太多 慢慢慢慢可能我们不知不觉 麻木了 麻木到我们只是 将所有东西 熟灵化了的角度去看去 比如说 你遇到这些事 一定是有神的心意 人家可能刚刚爸爸过世了 那我们会不会说这些说话 我们会不会有时很多熟灵 好像想鼓励安慰人的说话 其实在当事人里面听 其实是很难听的说话 其实耶稣怎么教我们呢 耶稣说 你不用说那么多 如果不会说的话 你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就可以了 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 道成肉身就是他本来是神 但是他现在成为人 即是说他去经历 体会一个他不需要经历的人生 换转一个角色去明白我们 如果用现在的一个词会 就是同理心 我们有没有同理心呢 我们会同理到身边的人呢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里面 十五十六节他说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看出我们的软弱 他都曾凡事受过试探 和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而无惧的 来到他的诗恩宝座面前 为要得连述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原来我们所经历过的 耶稣都经历过 所以他明白 他可以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 不是好像很抽离 很离地 你的事而已 这些事情是怎样的 我属灵告诉你是怎样的 不是这样 耶稣示范了 同样我们都可不可以 成为我们身边的人 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诗恩座呢 以至他来到我们面前 是得着一个援手 得着一个恩典呢 可能只是很简单 一句话 或者是举手之努的事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是一篇长篇大论的一个讲章 或者做很多的服事 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 我们身边的人的诗恩座呢 《路加福音》十章里面 一个很熟悉的比喻 就是有个律法师来问 耶稣夫子怎样可以承受永生 问他怎样可以做 耶稣就跟他说了那个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就是有个人 在耶路撒冷耶利哥的时候 被强盗打到半死 接着有祭司来到 走过不理他 有利美人来到 不理他 这些都是宗教人士 都是服侍教会里面的人 但是最后有个人 哪个人理他呢 就是一个外邦人 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一个他看不起的人 但是他就照顾了这个人 耶稣就问 这三个人 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上的好轮舍呢 他就说是联名他那个 耶稣就这样跟他说 你是照样地去行 有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很懂回答一个标准的答案 但是容量我们都学会 如何去活出一个标准的答案 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好轮舍呢 而不是被人说 你只会说耶稣而已 你什么都不会做 第二点 住在人的中间 我发觉很多基督徒 很喜欢Fellowship 团契 小组 开家 很开心跟那些 同声同气 合嘴型的人走在一起 有些很喜欢去特会 很振奋 很激烈 很享受那些很神同在的敬拜 跟神很亲密 可以面对面的琴雨露 神的同在好得无比 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 但福音这个字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好消息 good news 是要传出去的 是要跟人们分享的 如果我们不走去人群那里 那我们怎样传呢 那我们怎样分享呢 怎样将神的同在带出去呢 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各城各乡 周围走 周围走 但是会不会有些信徒 他一生人的信仰历程 就是在家里去教会 教会回家 耶稣示范了的 鼓励我们离开教会 四某墙 叫我们走去人群的里面 和人一起 有些领袖 牧者 可能被人感觉都很高高在上 哇 很厉害 或者很远距离 只是在一个台上看到他 说话很厉害的 很专业的 甚至乎很多熟灵基督教的术语 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 但是 不是个个可能明白的 有时 基督徒真的不能太神 太神化 或者要做个人 要跟人有接触 耶稣的神学 应该是最纯正的神学 他知道天国的事 他说的 可能可以说到很深奥 很圆妙 那种 有时我们看圣经 都会发觉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即是怎样 我们都不太明白 但耶稣应该说的 可能更深奥 我们现在明白的 都只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但耶稣来到地上 他怎样说话 他明知你不明白 我怎样跟你说 很高深的学问 他怎样说 他很简单 用什么 比喻 他说我唯有用比喻 你才会明白 你就明白天国的事 你就明白那些奥秘的事 而且耶稣用的比喻 是那些 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比喻 即是龙墓 种野 葡萄树和枝子 牧羊人 很贴近人的生活 令他们完全明白 究竟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是说人话 不是说神话 神的福音是要叫人明白 使徒行转帝 第二章里面说到 当圣灵敲灌下来的时候 那些人说在别国的方言里面 为什么要说了不同的话 明明他都不会说 神你为何要做这件事 圣灵为何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就是要那些来自五湖四海 四面八方的人 来到他们根本就听不明白 你原本的language 他要用你坊间 他听得明白那个言语 以至他明白 哇 原来神在这里 原来神的作为是这样 甚至乎你想想 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有一块牌在上面 都是用了几种语言 去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 啊 神的幽默就是这样 神的策略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是一个博士 是一个学者 我们懂很多东西 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每一次 我们跟人说话都倾盘而出 哇 说出来说说说 用了些术语 好像很厉害 人要明白 人要明白 他才能回应到 才叫做沟通 不然那些叫做演说 就只会一个人明白 我们去到人中间 就要用他们的language 就要用他们的言语 就好像我们去旅行 我们去日本 去韩国 你都不会在那里 只是在说广东话 因为没有人明白你 圣经都有不同的语本 就是要我们明白 如果只得了希伯来文 希列文 可能现在我们都不明白福音 究竟是什么 走向人群 是耶稣经常做的事 去婚宴 吃饭 在街上走来走去 在海边 在海边港道 有时我们都真的要反思一下 我们是否花了很多时间 去上教会 搞聚会 做很多事情 特别是很多服侍的领袖 有时真的忙到没有朋友 但我们不要忽略圈外有洋 很想提醒那些 在属灵事上忙到 甚至乎你可能没有了live的人 因为一个没有live的人 其他人看到 怎会羡慕 和他想效法过一个这样的生活 有时团契fellowship 真的好得无比 很开心 但这个世界上 都有很多人等着我们 和他一起fellowship 过去一年里面 我和一些大英姊妹 每个礼拜 我们平常去跑步 招聚了一些圈外的人 这一年给我们一个体会是什么呢 原来外面的人都很渴望关系 外面的人都很渴望 有一个群体 一个community 只要你走出那一步 其实自然会有人吸引 会想和我们一起 其实不难的 走出第一步 所以大英姊妹 鼓励你多些走去人群当中 将神的爱 他的同在 释放出去 带出去 如果是一种 可以是lifestyle 而不是一种宗教活动 那就更加好 将你的教会 将我们的教会 将我们的神 带去那些人的生活圈里面 透过以下的方式来奉献 网上银行转账 自动跪元机转账 邮寄支票 payme手机应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过paypal来奉献 至于想索取奉献收据退税的家人 除了邮寄支票之外 都要记得将奉献证明 包括萤幕截图和个人资料传送给我们 记得截图需要清楚显示 我们将于每年的4月 发放奉献收据给大家 夫发商事工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开YouTube 搜寻我们的名字 就会找到了 找到之后 记得按订阅订阅 最重要是按旁边的钟仔 那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任何一个直播的提示 还可以随时重温 大家记得 记得按订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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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